同学要中途加入的话就可以回去看第一周的简介 好,所以欢迎来到写作三 写作三的目的在于 首先让你有能力写一篇结构完整叙述清楚的文章 而再来呢,它是要为了让你准备修下学期的写作四 因为写作四呢,你就需要写一篇深论文跟一篇研究小报告 那这两种文章其实都会使用到我们这学期会学到的技巧 以及会让你练习的写作策略 所以一切都是为了下学期那个动作 好,我们就直接跳进来看课纲吧 分享一下 好,课纲 好,这有点复杂 我等一下回来讲就是小气进度 我先让你们看 这个分数分配 每一项都百分之二十 但是我教给系统的分数是 第一篇文章exposition是你的其中成绩 然后另外两篇文章和出席率是你的平时成绩 然后当然期末考就是你的勤迫成绩 好,初期就是这样子 你只要翘课一周 我就扣你两分 要注意的是我们系统 如果你缺席超过全学期的三分之一 所以是超过六周 对吗?对 一旦进入第七周 你的所有的并驾跟试驾系统都会改成 大概有个项目叫做缺课超过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我会看不到你哪些周是并驾 哪些周是试驾 全部都会 我就全部都会算成翘课 所以呢 譬如说如果你请三周并驾 三周试驾 然后其他时间全部都来上课 就没事 你的出席率就是 你的出席成绩就是二十分满分 但是如果你请三周并驾 四周试驾 就第七周了嘛 系统就会全部改成缺课超过三分之一 我就会扣你七成二十四 扣你十四分 OK所以这个请你特别留意 好那 期末考试统一考试 就是相信你们经历过了八十分钟 给你若干作文题目 然后要上学期是要你写一篇 就是一个段落 这学期呢 要你写一篇文章 但是也不用太紧张 我评分 我知道有时间压力啦 所以你写不完 我不会因此而 就是扣太多分数 我要看的是 你的前置作业 你的规划到哪里 我可以说 你有没有这篇文章 你想写什么东西的想法 跟就是规划计划 那真的写到哪里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 比如说如果考试一开始 你看到题目就拿笔 然后开始写 然后八十分钟再写完了 但是你结构紊乱 然后也不知道 就不知所云的话 你的分数会蛮低的 但是如果你花一点时间 在试纸上面写下你的就是一些想法 以及一些就是譬如说写个小大纲啊 或者是列出一些你想点到的东西 照例阻止一下 然后再开始写 然后你只写到一半 你这样的分数其实会比较高 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计划给你更多时间 你会把它写完 而且那篇文章看起来会比较OK 那期末考也会看单字文法 但是不会 就是只会 我再想想好了 不一定会完全扣单字文法 但是会看一点点 不会看太重 好 那最后就是中间这三篇文章 我们这学期要上exposition节制型文章 cause effect 因果关系 以及comparison contrast 比较型 这三篇文章 我都会让你们一修再修三修 只有定稿才会算分 只有定稿才会算分 所以你中间的草稿 你就尽量尝试 然后尽量修改 你只要定稿之前 把它就是整理整理 然后单字文法抓一抓 然后结构确定OK了 我才会打分数 OK 好 你们手上都有课本吗 课本来了吗 课本来了吗 Hello 有人在吗 还没来哦 好 没关系 我这边有PowerPoint 我们可以用PowerPoint来上几周 我要提课本主要是因为 你拿到课本之后你会发现 我们课本其实没有comparison contrast这个单元 这个单元是我会提供补充教材 我当天会 不是当天 当天也可以 我会发奖意 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课本没有 但是这可以说是三顿型文章的关键技术 就是如何写比较型的结构 所以还是要上 好 所以这个是分数的部分 我们来看 进度 这样写有点稳乱 我有另外提供一个 这个东西 detailed schedule 好 因为我们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三个单元 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叠的地方 我们慢慢看 第一周就是上礼拜 学校要我们补课 那我是想说 补课应该很难让大家都能够出席 所以我们就做点好玩的 也不用算分数 然后也跟期末也没有关系 我就之后 我下礼拜等你们课都选完 确定人数了 我来调查一下什么时间比较方便 我们来看一部电影 当做补课 那这一周呢 Introduction to course 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 讲解完之后 我来讲解写说上这个概念 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一个单元 exposition 下个礼拜 我会讲解一篇 我会讲解一篇 就是在野外抓到的一篇解释型文章 我的例子都会是从实际有刊登在包装杂志上 或是比如说下学期有刊登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 让你看实际的解释 让你看实际的解释是实际上怎么写的 那当然就是我们这礼拜讲解完解释型文章 你就要去写一篇解释型文章嘛 下礼拜我讲解完这篇文章 希望带给你一些灵感 让你去有东西可以拿去修改 你已经写好的那篇文章 好 在下礼拜是peer review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下礼拜会把你们分成小组 我会用teams分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周来一周不来 我是希望就是同一组的人 可以全部同时在教室 或是全部同时在线上讨论 anyway会把你们分组一组 大概四到五个人 你们自己决定一个时间 在上课前交换文章 彼此读过一遍 然后准备好在课堂时间的交换意见 这个我之后会再详细说明 这个有一套仔细的流程 可以让你们把握时间 然后也不会让讨论就是变得很乱 所以这个我下礼拜再讲解 好那那个得到你同学的意见之后呢 你就可以继续修改了 从财互评 不只是让你得到同学意见而已 你也可以看看其他人怎么写的 以及你的同学怎么去讨论 其他人的文章 所以就是从各面下而言 就是让你汲取更多写作的思维 跟修改的經驗 畢竟我只是 雖然我是老師 但是我也只是一個人 我只有一個人的觀點 如果你可以得到更多人觀點的話 你們就可以有更多的想法 也許文章就會寫得更好 好 在下一週 你們就要繳交 你解釋型作文的草稿 那課堂上我們要幹嘛 我們就要介紹下一個單元 就是英國關係文章 注意這邊有一個差別 這個叫hand in 但定稿的話我會叫做submit 所以你看到hand in都是草稿 你看到submit就是定稿 為什麼有這個差別呢 因為如果你實際就是手上捧著一篇紙本文章交給我 其實對我們兩方都比較好 我改的比較不累 然後你拿到被改過的文章 看起來也比較不會紊亂 你應該看過就是word的最終修訂吧 亂的要命 這個你原本的文字都被推來推去啦 用手改可以上下左右夾東西 你原本的文字還在那邊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會想請你繳交紙本的作文 好但是因為有一半的同學不會出現在課堂上 所以呢你們有選有一個選擇 你們可以把你的紙本作文交到我 細半的實體信箱 我想像我們是禮拜五嗎 你只要下禮拜三 中午前交就可以了 就是交到我的信箱 如果這個Deader你趕不上的話 你也就只好交電子檔了 就email給我 對就email給我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可以交紙本啦 到時候要交之前我在跟你講就是詳細的流程跟規格 好所以這邊第五週就等於是你一邊交第一單人的草稿 然後我們又一邊開始上第二單人 好那我會花一個禮拜時間把你們的草稿改改 我們下一週呢是conference就是我會把你們抓來一對一的討論你們的解釋型文章 呃說討論我不會把每一點抓出來講 呃我當天會先把改好的文章交還到你手上 然後呢你如果看到哪邊你不大了解 或是譬如說呃可以是我給的就是我會在文章最後面寫一些整體意見 如果你不大了解的話可以來問 或是我改了單字文法的地方 如果你不知道為什麼我要這樣改的話 或是為什麼呃你本來寫的也沒有錯 為什麼要改成另外一個樣子 你也可以上來就是來問我 呃那在家的同學 呃一樣也可以 就是你就 我想一下 我可能把文章掃描給你吧 可以 好我們反正總之到時候我們會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做法 好 呃然後就是我們 我們討論完之後你應該就會有更多東西可以拿去修改你的解釋型文章 修改完再下來之後就叫訂稿 呃這主要是 呃有兩個原因啦 一就是讓你不要拖太久 不要到時候 呃錯過我要繳交其中成績的deadline 然後你就沒有其中分數了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你如果看右邊我們基本上每一周除了考試周以外每一周都有事情要你做 所以如果你這個訂稿一直不改一直拖的話 你只會滾雪球後面事情越來越多 壓力越來越大 所以建議你就是盡快第二周改完就繳交訂稿 好在此同時呢我們就還是繼續我們的因果關係單元 我就一樣拿一篇文章來當作範例跟你講解這篇文章的優缺點 我們每個單元的流程就是這樣啦就是介紹 呃範例文章 peer review 同載互評 呃 然後有一周你要繳交我們進入下個單元 然後再下周是跟我一對一會面 然後再下周你就要上傳訂稿 基本上都是這個流程 呃所以在下周peer review 我們其中考沒事那就不要來就專心考別科 在下周你就要把英國關心文章繳交 同時我們進入下一個單元 呃然後我們在下周一對一會面討論cause effect 在下周我們來講解一篇comparison contrast的文章 呃我先呃打一個預防針 然後這篇文章有點困難 呃理讀上每篇範例文章我都希望你們可以就是 先在家看完再再來就是聽我講 沒時間看沒關係但是有看過的話就是你比較不會 get lost 尤其是這篇文章這篇文章你一定要真的要先試試看 就是讀過一遍大概知道他在講什麼 我當天講點呃 你才會比較好懂 你才會比較好懂 好然後再次同時要繳交cause effect的定稿 同才互評 繳交comparison contrast的草稿 我們已經沒有下個單元可以做的所以我們就看一部電影吧 對所以我們這學習保證你看到一部電影另外一部電影如果你有空的話也也 去看得到 在下一周我們討論comparison contrast來開個一對一回面在下一周放假 在下一周你要繳交comparison contrast的定稿 那這一周呢我想說看兩部電影應該夠了看三部電影就是有點說不過去 所以我們來做期末考的模擬考吧 呃這模擬考就是讓你練手感的啊啊我不會改就是單純讓你練手感然後看一看你考完之後呃80分鐘結束之後你可以做到哪裡讓你有一個心理準備 然後再下周就是統一期末考啦呃我們現在是分流上課 學校說統一考試他們會有某一種配套措施我也不曉得 可能到時候再看吧大不了就是我們自己班上呃自己考然後用統一期末考的題目來考 跟我們上我上學期教寫作二的時候就這樣就最後不是因為疫情然後就大家都在加嗎呃所以我就拿來 統一期末考的成績不是題目呃來做呃現實上考試 好這個是課程介紹 有想問的嗎 哦其實我先講木頭好了 東西都在木頭上面哦我的email在這邊需要聯絡我的話可以用我的email你也可以用teams 聯絡我啦 我的辦公室在這裡 要找我的話請先跟我講一聲我不一定在呃如果你因為某一種原因 從teams被踢掉了你可以用這個這個碼來就是重新把自己加回來 或者是如果你有同學想要修這門課呃等不及學校幫他加進來你也可以把這個碼提供給他 抄襲聲明 你不要抄襲 抄襲的話我那篇文章給你零分你二十分立刻就不見 嗯抄襲不只是複製貼上貨 嗯如果你使用別人的想法或文字 你只要告訴我那一個部分不是你想出來的是你從別地方得到的就不是抄襲 抄襲是盜取別人的東西占為己有跟我說那是你的 所以你只要清楚說那個不是我的就沒事 所以這邊有給你一些做法 好這是學校的課綱這是我剛剛給你看的詳細的進步進度 這個是呃如果我需要寫全班信的話這邊會留底 這個影片告訴你說我的實體信箱在哪裡 如果你要交資本的話你就不會交錯地方 如果你要交電子檔的話 我改完之後會上傳到這個OneDrive的資料夾 請你自己進去下載 呃當然是上課前下載先看過 這兩個地方這是我打成績用的你看不到不用管 呃不用管他 下面分三個單元嗎 呃這是範例文章 這個是如果你要交交電子檔的話交這邊 盡量不要了然後這個是上傳訂稿在這邊 呃下個單也是範例文章 草稿訂稿 範例文章 這個是呃就是講義的電子檔 我還是會發紙本的 因為上面也是有些題目啊你可以做筆記啊什麼 但是電子檔在這裡 範例文章 草稿訂稿 就這樣 好 課程講解結束 你們有想問的嗎 我不是隨便講講 你如果有哪裡不清楚請你一定要問 沒有笨問題 只有不問的問題才是笨問題 沒有啊那 我就錄到這邊 所以也是 跟我們來講解解一下 我們來講解一下